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 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陈光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如果想出国留学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 依法通过正常途径 到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原本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留在中国上学的陈光诚 在与妻子见面后 了解到他逃离家乡之后 家人受到虐待的情况 因此改变主意 希望前往美国休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4号发布声明说 中国政府据信会尽快处理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家的护照申请 声明说中国政府已经表明 他们将会处理陈光诚的相关旅行证件的申请 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会尽快处理申请 同时向他提供医疗服务 声明还说陈光诚已经接到 美国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 他的家人可以陪同前往 美国政府将优先考虑他们一家的签证申请 现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表示 中国政府4号派了一位私局级干部到他的病房探室 并且送了鲜花 陈光诚向美国之音记者说 这位官员向他表示 他是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的 并且获得授权来了解陈光诚所反映的情况 并且表示如果查实将会严肃处理 陈光诚4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美两国间就他的前途所达成的协议 是史无前例的 他非常感激美国使馆对他的救助 说他完全是自愿离开使馆 他并声明他希望离开中国到美国 并不是想要移民 而只是休养一段时间 他说他到医院后 有一段时间美国使馆人员不被允许到医院看望他 电话也打不通 所以产生了一些误会 他表示希望媒体如实报道他的本意 协助陈光诚逃脱软禁的何培荣 星期五下午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表示 我回家了 一切都好 谢谢大家 何培荣原本是南京的英文老师 曾经投入2008年汶川地震的义工工作 从此踏上维权道路 他长期关注陈光诚 并在网上发起抢救行动 这次他更从南京长途跋涉 前往山东救出陈光诚 并将他再往北京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便玲表示 江天勇因为支持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被公安带走后遭到殴打 导致一只耳朵失聪 另一只耳朵也很难听到声音 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 维权人士胡家的妻子曾金燕 已经遭到国安的软禁 并被警告不得再就陈光诚事件发生 在北京四川的一些维权人士 也接到警告 要求不得就陈光诚事件发言 不得聚会庆祝陈光诚 以上就是今天的建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